美国全总统川普离共和党总统提名又进了一步 2号他在密苏里州党团会议赢得胜利 除了轻取密苏里州外 在密西根州代表大会上 川普也赢得大多数的代表票 至于他在共和党内谨慎的挑战者 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海力 目前还没有赢得任何一个州的初选或党团会议 共和党下一次初选 将会在当地时间的3号与哥伦比亚特区举行 而5号则是超级星期二 到时15个州跟美国领地萨姆亚将会举行初选 预计川普将会以压倒性优势锁定提名 哈喽我是蕾亚 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 感谢观看